前几天,由纽约长岛亨廷顿高中学生出演的音乐剧《摩登米丽》,引发众多华人不满。 这部剧中由白人学生扮演的华人角色,因为语言、表情古怪夸张,让不少华裔观众感到很不舒服。 而当部分家长和孩子向当地学区总监反映时,得到的却是剧目没有任何问题的回复。 前两天吧,看到有朋友圈里面正在说这个剧是怎么样怎么样,里面的一些内容是比较对我们华人不尊重。 我有朋友的小孩子在那个学校里面,本来她的小女儿是要参演这个剧的。 我是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去看了一下这个show,然后我就觉得我笑不出来。 因为它里面虽然说是一个喜剧,它整个的一个show都说是一个喜剧,然后也有人是认为这是一个喜剧。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基于在挖众垂崇,还有是因为对于华人的一种不尊重,一种丑化,基于这个基调上面去觉得是一个喜剧。 对于我来说,我一点都笑不出来。 这部剧讲述的是一名美国小镇女孩,一心想来纽约与有钱人结婚,结果却遇到冒充华人绑架年轻女性去香港卖淫的白人老板娘。 这部剧集中涉及华人的内容,本身就充满争议。 而从网友提供的视频来看,扮演华人的学生都穿着清朝服装,其中老板娘的演员头上插着筷子,而饰演伙计的男生走路姿势和口音都很怪异,引发关注哄笑。 我是看到他们把我们亚语具体说就是华人刻造成一个非常呆板的形象,大爆牙,还有戴个黑框的眼镜,Broken English。 然后这些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就觉得很好笑,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侮辱,还有那些穿着很像一个妓女的服装式的一个女演员,说是中国人的形象,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受,不可以接受。 我的这个朋友就是他女儿本来要参演的这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就去找学校,然后学校的总监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他会觉得他们每年筛选的那个节目都很小心,很谨慎,这个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觉得是不是我们自己过分的敏感了。 当时这个,我这个朋友的女儿,当时就都已经气得有点眼圈红红的了。 TES告诉我们,长岛亨廷顿学区虽然华人并不多,但得知剧目的内容后,大家都非常不满。 反应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知道这个剧要上演,就是那个当天要上演的时候,我们就自发的组织了一下,我们要去抗议,不要这个剧在学校里面公演。 然后就last minute,我也是last minute才知道当天有这一个action,然后我就赶紧跑过去。 它是七点半开始的,然后我们六点半就到那边,然后就站在进口的地方,让车子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举着的那些牌子,说我们不要看到say no to racist show。 4月6日上周六,包括TES在内的80多名抗议者,站在亨廷顿高中,和另一所演出同样剧目的高中门口附近,高举标牌抗议,要求校方彻底取消音乐剧永不上演。 我带着我两个儿子一起去,因为我老大就跟我说mom,we got to stand up,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去,因为当时一知道这个事情,我就拿这个事情跟他们讨论。 我儿子就非常生气,其实有一些的话语在别的学区里面,他们也听到很多很多,所以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事情。 我们站在那边,举着牌子去抗议的时候,有看到别的族语的,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也有参加我们的那个抗议活动,也其中有的白人家长也是非常支持的,即使是一些路过的车子,他们也举起手来给我们加油。 孩子们都很出色,当然就表演的孩子们也花了很多的努力,我们针对的不是孩子们,而是这个剧的本身和这个剧的制作的,后面那些黑暗的想法。 我们会写那个请愿的那个书信,书面上面,把这个信再放到一层一层的放上去,希望这些筛选节目的这些有关的人士,应该出来给我们一个道歉。 TES说,他们希望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也呼吁更多的华裔发出自己的声音。 她表示,华人除了要争取公平公正外,还需要多展示全新的形象,打破社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 记者也试图联络亨廷顿高中,但暂时没有得到回应。